大家好,欢迎回到教育之刃 周末的视频后半部分,讲故事的部分呢 引起了我们尤其是老观众 我们的老粉丝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兴趣 对于新的观众来说可能兴趣不大 然后呢,我正好呢周末没事 就给大家再把后面的这个故事 咱们第二节给大家讲完 就是讲一讲 真正在市场中 你最大风险所处的这个阶段 往往不是小白阶段 或者说往往不是从小白开始学习的这个阶段 而那后面我是又经历了什么呢 有哪些经验和教训我需要给你分享呢 那么你呢,很耐心跟我们进入今天的视频 我们今天呢是放松的讲故事为主 道德三皇五帝 无名下侯商周 七雄五霸闹春秋 兴客兴亡过手 兴时几夯民兴 北邦无处荒丘 前人播种后人收 说是同征 古斗 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故事讲解 那么上一次呢 我们讲到了08年的时候 这个亏费了 那么那个就是要还好长好长的劲 然后我们说到了就抄底这个过程中 所带来的这种非常巨大的一个伤害 因为它是时间上的一种伤害 那么随着我最后毕业呢 工作 那么金融环境极差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当时我拿到工作签证的时候是11月 你可以想象吗 11月的工作签证是为什么呢 根本不用筹钱 你那时候去了就有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就是工作了以后呢 有一些收入了以后 就没有忘记我们这个交易 那仍然是在交易的市场中学习 那么之前的这个学习 或者说之前的交易 往往是一种小白事的 就是你感觉啊 听风就是雨 说什么是什么 这么一个状态 这直到13年的时候 加入了一个炒股群 当时开炒股群的人呢 现在其实还在微博市场上很活跃 就叫美股C姐 就是C姐的一个群 我非常的感谢他开的这个群 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群的加入的话 如果你让我具体说 我当时在里面学到了什么 我也确实记不清楚 但是我能感知到一个模式 什么模式呢 就是我们当时都是小白呀 小白也都不懂 你进去的时候呢 就是学习 学习的话 那个模式不知道的话 当时就是推荐我们很多书 就是看书 当时我看了很多书 然后我就发现看书好 书真不错 这也是我多说一句 就是现在学习 为什么比去以前要难的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自媒体 里面自媒体看多了 人会降制 而不是一个就是提升自己智力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这个看书 看书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从我们先从经典读 比如说我们从 那个 How to Trade Stocks那本书 像这个欧尼尔的这个书 学会Cup Handle的一些模型 MACD 最经典的一个就是均线 均线当时有叫三八战法 就是三线 均线三和均线八 这两个均线的一个上叉下叉的买入 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知道 就是我们原来有个模式叫交易模式 这个时候交易出来的时候 原来我们还有一个买卖点 是可以具体 具体 现在的话 有词叫做那样话 或者具体定位到一个 他的一个买卖的模型上 也就是从小白经历了好几年以后 我才终于知道了 原来这里有这么样一个模型 加上整个当时的环境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呢 那个时候呢 就开始了真正的一个学习之路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当然那个当时印象群里面 也不光C姐一个人 还有一个叫这个师傅 好像当时他讲过的一个叫 古债会三连洞 我到现在等于说 这些年才是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论 真正的宏观上 对于债事 古事 卫士的这种资金变化 宏观市场上的 包括利率的这些变化 是不是能真正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可能有些概念需要花十年的时间去吃 所以说 那个时候开始的话 我们就开始构建了一套交易的模型 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说 现在的话是一个非常内卷的 当时的时候你知道钱 其实从某种程度那是更好挣的 我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收费群 各种各样的收费项目 课程 然后我就是参加个最离谱的一个群 叫什么歌 我都不记得这个名了 也是个QQ群 每天就发张纸 里面几个Ticker 什么都没有 一年也好几百 好像五六百 十年前也五六百 他当时就那几个Ticker 然后有一个涨了之后 就疯狂的call back 我这选股特别牛 特别棒 就是这样 也没有具体买卖 也没有分析 就每天发几个Ticker 这钱挣的 说实话够容易的 那么就扯远了 再回到就是我们构建系统的时候 那整个在这构建系统过程中 我的这个系统构建的 还算是比较快 而且我在整个的交易过程中 非常的努力 最快速的去吸收 我们说前辈也好 或者说知识也好 我就是书里面 不管是这些 欧尼尔的交易模型 艾利克斯交易模型 就全就往死了吃 所以这些 其实我现在StarChars上 这个地方已经89年了 这些图 其实已经是在 那些年头里面 其实就已经 我都已经在用了 就是这东西都已经用了 是十年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而且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就是13年 还是个非常强 那么之前我们也经历了14年的 所以说 我们整个这个交易过程中 交易过程中 可以说是还是比较顺利的 也就顺利的在这段时间呢 就开始通过交易 来呢积累了一些财富 也就是发现 这个交易你有一个固定模式以后 哪怕这个模式很简单 哪怕这个模式还不错 那么这个模式也不是很复杂 我每天就靠这些模式 靠别人给你讲讲选股啊 什么一些 就做一些指数 那时候就做一些什么TNA啊 什么就当时那个TQQ啊 还有做一些QQQ啊 还做一些期权 对吧 然后还做一波A股 当时15年 我印象A股也非常爆 所以说当时其实这个方面是 很多财富 那么积累的还是挺快的 但真正说提高的非常快 是什么呢 就是在14年以后 14年以后 这波一波上涨之后 它的一个波动非常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波动上了以后 当时就是什么呢 就发现了一个模式 上涨的过程中 赚钱太慢 得当空头 空头特别的爽啊 空头爽 因为空头 这个这一波 你看这一波 14年这一波啊 就是爽 而且空头做完之后 做多头不怕被套 所以就是与世不爽呀 就是什么不爽 就特别简单 那个交易模式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是 像这样的话 就是你只要贴着这个绿线 做一空头 它只要冒出去 就会下来 碰的就会下来 碰的就会下来 只要做这个空头 然后呢 你下面的话 就基本上在一个绿线 这个绿的均线 这开始往上 就是多头 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就是经常贴到 你就做就行 很容易就能吃一瓶大的 很容易吃 所以 那么最佳的一个战绩 是什么呢 就是经常做空头 空头做的比较多了以后呢 就是最佳的一个战绩 就是15年的话 大家可以注意 15年的话 它其实是个横满 如果你把当年15年的一个深度 其实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深度 就是15年的这个深度 其实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差的 非常非常差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这个深度呢 它 它这个深度就差到什么程度 就是它的这个深度 其实已经来到了一个 就是在它这个15年横盘的过程中 它的深度就已经来到了一个 大回调左右 就是已经不太像 你看在这个位置上 5,6,10 这种深度就非常差了 它已经不是一个 怎么说 一个非常正常 这么一个的数字了 那个时候市场 咱们说都已经 现在话什么讲 就已经都镂空了 或者说酥了 酥了 镂空了 就这么一个 所以那个时候 我当时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我在15年的时候呢 就这 这23 2132这个高点之后啊 它这个高点出来了以后 2132 它出现了一个次的低点 然后呢 我当时在这个次低点的话 人来之比啊 都在这个地方布局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 其实你仔细看也很容易判断 其实就那点东西 就是均线上的一个反抽啊 如果我们用模型的话 就反向的一个送分体 类似于这样的 布局了大量的这个 抗空的两周的抗空的期权 然后呢 那时候还上班呢 就突然间一天爆 就是813会改 当然了就是美国的股市 有什么问题呢 都在中国这很正常 当时是提出了813会改 温家宝的一个政策的变化 无怨的一个政策变化 这四根阴险下来之后 那么整个市场就干下去吧 我们实际下 这一天还2132呢 就俩了一半以后 就变成1867了 大家想想 这个波动多么的恐怖 我当时布局两周以后的铺子 那个铺子从几毛到几十 上百 好像是上百 所以说我最后至少那一波 那一波一个仓也没上满 都得有30多倍吧 但是落位一下上去之后 这一波非常恐怖 而且我跟大家讲 到时候那是当时坐式商 都已经印象特别深 这到底部的时候 这坐式商都乱了 就是我去下一个期权 想强调 它的US和B的支援价格 能差出四五代 就是中间整个 那个交易系统都乱掉 出现了一种叫系统性的崩塌 这20年后来 我发现了这样的事情 然后之后呢 弹起来一波做 又跌 跌破之后就是不断的啊 就操作这样的一个 所以说我给大家讲讲 就是这一段时间 也就是我的人生 或者说炒股过程中的 第一个第二次的跃迁 第一次跃迁就是 当初市场就直接GG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对市场的了解 就是市场是非常凶猛的 非常可怕的 那这个其实跟20年很多人入市 得到的结论是非常不一样 那么第二次的跃迁 就是终于有了一个教育的系统 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自己的逐步的摸索 逐步的学习 让我有了一个非常快速盈利的一个方面 而这个盈利是建设在 现在回想起来 它建设在什么方面呢 就是当时第一 它必然是牛市 因为牛市 再也注意牛市和熊市 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牛市做空也容易 因为牛市的回调 它其实是更有规律性 而你熊市连做空都比牛市难 这句话你如果真正经历过了 这最近其实是可以感受到的 那么15年呢 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 就是说赚了非常多的一个盈利 那那个时候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用心态的这么 对那个心态的一个变化特有意思 就是说你比如说就是后来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仍然是放空 但是没怎么跌 其实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有损失 那就是损失了 那么后面的话 我就会发现 哎这里有放空又对了 应该这一波下跌 然后又放空 这又脱污了 英国又脱污了 所以我会就会 你会产生一种幻觉 我就为什么跟我所有的 跟我上过课的同学说啊 就是我们真正的风险 其实并不是你从小白所经历的 因为在小白的阶段 我知道我是小白 我知道市场风险很大 我可能会归零 我那时候也没什么钱 我可能不会是疯狂的进入 当然我知道20年这波进入的小白 他的想法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心态 其实是跟现在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非常狂妄和傲慢 再加上我整个在工作的过程中 也很快在一四五年吧 就是进入了管理的岗位 你不断的向上走的也是比较顺 所以那个时候达到的一个 类似于就是人生巅峰吧 就是一边是挣钱非常多 那时候也非常看不上工作这点钱 对吧 就是觉得你工作 这十几万吧 还是什么 就购买几个靠啊 对不对 有什么牛逼呢 但是那时候觉得自己简直是 诚哥宇宙第一 对吧 诚哥天下无敌 世界太小 割不下诚哥了 对吧 那诚哥太牛逼了 那诚哥把把大转 诚哥文准很 对吧 就是我会觉得 那个时候的自己的心态 所以说以我现在我在看当时的我来说 我会认为 我会认为那个时候 我成为了一个 我非常现在来说 我非常讨厌的人 但是那个时候 我必经历了一段 那个时候讨厌的是怎么样呢 就是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觉得自己非常棒 可以驾驭这个市场 那么而且这个交易模式还还一直都非常好使 就是你看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就是1816年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的 是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当时就是来到 你看这时候来到这个底线 同时他这ABC的回填到5% 5%回调之后 当时市场非常的恐怖 而且当天夜里的期货跌了7% 其实非常多 可是呢第二天开始就是一波大涨 因为川普当选了以后 对吧 那么又一波大涨 上了之后 我就继续延续这个模式 到了上沿就做空 到了上沿就做空 其实或者到下沿就买多 反正然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太牛逼了 太棒了 火爆火爆火爆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这种目中无几 就是目中无人 目空一切的这种感 对市场上的一些风险 其实很多时候做的时候 其实很多小的交易上 有些失误已经能感受到 但是在那个时候 没有给予自己非常多的一个景色 因为我仍然期待着说 我只要敢于下重仓 就像15年这种 一旦来一波之后 我就几十倍 够我后面就错有无所谓 那么直到来哪天呢 就是孙正义这一波 就是说这个地方 再到这个地方 我又开始做了布局的一些空仓 后来呢 就是他就不断的向上一个挤空 不断不断的向上一个挤空 那这个时候 我当时就觉得 如果是现在的我的话 我想其实非常简单 这一段我肯定也能赚到钱 怎么做呢 你挤空 我知道这要回调 他再挤的话 我就上一些8月 比如说现在这几月 这是2月 我直接下面7到8月的一个 put spread 就是一个对吧 长期的一个put spread 你再往上涨 就把那下腿摘了 就跟我2月份 这都是操作一样 弄成一个咱们 类似于咱们降低成本 然后一波下跌的话 你想这时候 肯定账户也是一波不错的收益 但是 但是 那个时候就是上头了 上头 上头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地方 我就觉得我无所不能 我文准 文准很 无所不能 就是说我达到了一个 市场上一个非常强的这么一个状态 怎么可能是我错 一定是市场错 所以我说市场错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布局空仓 不断布局空 这一下的话 仓位控制就是失控了 就是后面的 而且杠杆越加越大 一开始我收一些期权 我还下了一些繁殖 后来的话 直接就上期货 我后来就是仓位 就剩的钱越少了 就下的更大的杠杆 就要相当于 我们做了一个average down 向上的一个average up 相当于average up 或者说这么一个操作 就是你剩的钱越多 我们称为金字塔式投资 就是我一开始做错了之后 给我先买点QQQ QQ错了 我就换成QLD 我这不行 我再换TQQQ 我不断的 我最后就变成MQ 我变成NQ 我就不断的向上加着杠杆 直到后来就加加杠杆 他就不停的爆 因为孙正义那一波 长得太凶了 就是说这场上孙正义 还谁我忘了 就是说那一波实在 实在是太凶了 只有这一波暴露最后之后 我的期货就直接爆掉了 然后我整个这些仓位 就在2800多 基本上就扫没了 哎呦 我跟你说 这个就真的是 在说真正这市场羞辱你的时候 不是说在2800多 到之后他又跌合又涨上去 而是在这直接就拿回到2500 就是你其实最羞辱你的一个状态 是你其实看到了 差事一个机会 你判断的可能也不错 但是你的操作 你的风控 没有做好 而我平常认为说 我平常也不是全仓会做空或做多 我觉得做的还可以的情况下 在那个时候只要一上头 我称之为阴沟翻船 其实并不是一个阴沟翻船 其实如果回想起当年的这种失误 它怎么能是阴沟翻船呢 就是说当你的那种心态出现变化了以后 当你觉得你可以驾驭这个市场的时候 当你觉得你非常的稳定 非常准确的不断的能赚很多钱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迷 应该是说时候在这个市场中 探似成功 实则迷失了自我 实则迷失了自我 所以一下呢就被市场中 而这一次和我们08年的那种失败 或者说之后的一个 其他的时候一个小的失败来比 那这就非常大了 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当你可以稳定的有一个收入 而且且赚了很多钱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被扫掉的那种失落 因为前段时间我正好看到一个 飞链上讲一个小伙子说自杀了 就是因为他一开始买了 特斯拉花了10万 买了很多期权 10万很快翻到了两三百万 然后呢特斯拉暴跌了之后呢 他这两三百万就归零了 其实他里外里就亏了10万块钱 你其实如果要这么想的话 其实没亏什么钱 10万就大不了在挣呗 然后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他的那个打击程度是来 就是觉得自己亏了200万或300万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他就受不了 那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当时一个心态也挺好 就是我当时也知道 其实那就亏就亏呗 反正错了那怎么办呢 就是当时是也是这个两眼一发呆 然后或者经常的发木 那么也就从各方面来说 都会遇到了很多 那么这就是我后来就是我认为的一个 金钩翻船的这么一个一个状态 翻船一个状态 那么所以我现在想说的是 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真正的风险往往是来自于 大家对风险的一个预估的一个不足 就是当我当时就是你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中 打磨出了一套你认为不错的利剑 然后可以披荆斩棘的时候 这个时候往往当你的自信心上来的时候 他所带来的这种杀伤力 那是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那么也就意味着说 在这段时候我又潜伏了一段时间 而那个潜伏就是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市场 去学习 然后呢 我觉得有一点我可能是算是天赋不足 努力非常强 或者说大家了解我 每天的工作这个时间后这个积极性 就是我们在这个市场中 如果你真的能做到很坚韧 其实最后的市场会回报于你 也就是整个这一轮再上去的时候呢 这个顶部其实我没有做空很多 而是躲过了这一步 躲过了这一步 那么这个是重新出发的那种心态 账户一下就变成密点点了 说就少了很多钱的时候 那种心态其实很难受了 而且呢就是你会不断的想 我赚了好几倍 或者说我赚了多少钱 呀现在都没了 真的有失落 尤其是会产生赌徒效应 或者赌徒心理 或者说我想把它分本 不过好处是我还真不是这种人 就是很快的话 我就是就看到了说 总结出来说 这是我的一个非常不好的状态 或者说市场并不appreciate这样的一个心态 它早晚都要翻的 只是早翻还是晚翻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段时间完了之后 又开始潜新的一个学习 地恋 那直到呢 我们后来就是20年的这一个学习 20年之后呢 我可以大家再讲 又有一次比较大的一个挫折 那这个挫折就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就是我们辞职了以后 其实我觉得准备的不是特别充分 也是由于很多外面的原因 败力造成的 就是说最后选择了一个离职 做全职交易者 准备的也不是非常充分的情况下呢 那时候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压力 当时给自己订了目标 就是每天挣多少多少钱 订了一个数额 而这个数额出现了以后 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天交易的 不是非要像工作一样 能赚一个固定的数目 而是有好的机会就挣 没好的机会就等 那个时候呢 就给自己添加了无形的巨大的一个压力 也造成了很多交易上变形 可是再返回来看我们之前的一些经历 你可以发现 当你经历了很多这种大起大落之后 后面的任何的一些失败啊 失利也好 它就很难再对你造成更大级别的伤害 因为平常的交易就是保守的多 稳定的多 求稳的多 也就是确实心理上可能会着急 就是当时心理上也非常着急 当辞职的时候 然后很多操作都不是非常好 日内也没有一套非常完整的一个体系 后来呢 慢慢慢慢的就适应了 这段过程中 也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帮忙 然后呢 我自己呢 也就是前心又停了一段时间 很快就调整过来 那么之后呢 就是走上了这几年 那是一个交易者的这么一个道路 以交易为主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第二回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 那么从这个故事中我想跟大家了解的就是或者分享的这个故事 原因不是说我不认为每个人都要经历很多次的波动和浮动 才能真正的成长 其实如果你听到我的故事中 你如果要是能吸取为自己的教训 也可以成长 而且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说 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所以你操作风格不同 像我这种的是 08年入世就GG就弄死了 之后 我在根里 打心眼里 打骨子里都会保守 就不是那种特别激进的 然后呢 又在这个非常 稍微激进一点 就被打倒 或者说被 被那个闷死的 这个情况下呢 我觉得也会让我对市场产生非常大的畏惧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的非常大的畏惧和对市场的这种尊敬 也就造成了现在我的这个准备交易模型交易模式 整体上都是求稳畏惧 而且是比较保守的 那这也对我来说是个无尽的一个 因为市场中的核心就是龟缩 我们不需要每笔都交易 我们不需要把把都赢 而是如果我能很好的龟缩 归了啊 归在那儿 那么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个机会 不需要去争一时之得失 就看到很多朋友留言 他们那个心理状态 还有就是着急的状态 还有就来show off的 我挣2000块钱 非常高兴 对吧 我厉害2000块钱 其实我能理解 可能2000块钱 可能比如挣两三块钱 还挺高兴的 挺好 我挺能理解的 对于我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心态就会平衡的很 所以我觉得炒股到最后呢 它是一个磨练的人心性的这种过程 而我希望的话 就是说我们通过我的频道 我希望我的频道能 今年呢 原来我是真无所谓有多少人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经营啊 今年的话 我会稍微经营我的频道 希望更多人能了解到这些故事 听到这些经历 知道市场上的危险 而不是我们把它归结于所谓的 一个是同行割韭菜 中概割韭菜 是都来割你韭菜 光主力机构割韭菜 反正我们就是韭菜老被他们割 那你还来炒什么 就是归结于简单的一个归因 或者说美联储割韭菜 反正就都来割韭菜就对了 不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 而是通过落实在一个非常具体的 一个交易模型 或落实在非常具体的 一个操作上给大家一些帮助 或者是指引 那么今天呢 讲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然后下礼拜的视频 我们回到我们的市场分析 和我们的交易分析环节 好了 那今天呢是周末 周日 祝大家呢 这个周日愉快 我们下周继续 拜拜